截至今天中午為止 目前消費申訴案件已經來到了18件 也就是從昨天到現在又增加了9件 然後其中有5個消費者是表示 食用後有感到身體不適或腹瀉的情形 有關日本核牛就是EMPROL的這家公司 有關過期食品的問題 他今天早上在10點鐘 已經用E-mail的方式 將他們的一個收入還有支出 還有各種庫存的一些相關資料 都已經交給我們 那因為他是屬於日文 所以我們還要請專業的日文人士來協助我們 來解讀這些內容 然後再來核對他所儲存在這個公司裡面的這些產品 然後進銷存 就是進貨銷售還有庫存 這些資料看能不能對得起來 所以他現在有交這個資料 對 資料交了 那就不會熱令停業 還是繼續停業的時候 停業的部分的話 除了這個資料不存 資料之前是不完整以外 還有就是因為他用過期的食品 我們主要熱令他停業是以過期的食品 就可以熱令他停業 但是我們還會再看看他的資料 如果提供的很完整 可以對得起來的話 我們會考慮就會適當的時機就讓他復業 還有說他是日籍的固責人嗎 那會不會有說可能之後我們要進行罰款的話罰不到 因為他如果落跑什麼之類的 對我們罰的對象是公司 所以我們主要是罰他的公司 不是他根本人 他如果選擇拍拍屁股 就整個公司以後放得讓他倒的話 那這部分有辦法繼續追嗎 我們會請法治局來協助我們 來做這些罰款的一個追究 那大家有個疑問就是說 像他們日本的和牛那種賞味期限 跟我們所認定的保存期限之間是不是有落長 這個是有一個統一規範的 如果今天是冷凍 冷凍的話 他的效期跟冷藏是不一樣的 那他這個食品的外觀上面 冷凍或冷藏會有標示不一樣 就我們所知道這一批牛肉應該是冷藏過了 冷藏的話一般我所知道是45天 冷凍的話可能就是四到六個月 所以這是不一樣的 我們會針對不同的食物的儲藏方式來做認定 那他也不能說他原來是冷藏 然後進來以後他自己改為冷凍 就變成冷凍不是 那個冷凍才從工廠一出廠就完全就冷凍好 而且他有一個固定冷鏈來運送 不是他隨便可以變成冷藏變成冷凍換來換去 這個是不符合法規的 所以冷藏的核扭 不能說日期快到了 變成冷凍不行 我再拿去凍 不行 這樣不行 不行 這也是 這也是 就是過期食品 現在有多少人吃下肚呢 他有賣過期品嗎 這個我們還要核對 真的要再核對才有辦法 有賣過期的商品嗎 現在已經有儲藏 就是有過期的食物在儲藏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核對他這些過期的食物 還要另外再訪 而且要看不同的品項 還會再訪 那多少人手排這一方面的食物 現在目前還沒有 好 截至今天中午為止 目前消費生素案件已經來到了18件 也就是從昨天到現在又增加了9件 然後其中有5個消費者是表示 就是使用後有感到身體不適或有腹瀉的情形 然後統計這18件以來 有6組的人 6個人一組去吃 金額是差不多29000塊 然後新增的部分也有4個朋友一起去吃 然後金額大約是21000元 局長那個老闆是日本人啊 如果我們罰款他沒有獎的話 我們這邊有什麼辦法賠 目前因為針對這個禁貨儲存 或者是銷售給消費者的部分 因為當時登記的是公司 所以我們會針對公司的部分 去開罰然後要求他繳納 如果沒有如期繳納罰款的話 也會送行政執行 在昨天我們也有請主任消保官去跟業者溝通 但是業者現在目前的態度是認為說 他們並沒有錯 所以這個部分賠償的部分 他們目前還是沒有要考慮 所以他們至今還是覺得自己 他們至今還是堅持就是沒有賣過情肉 給消費者 昨天主任消保官跟他們談賠償的時候 他們的立場是這樣的 他們的立場是這樣的